嘿各位好 我是興趣閃的攝影城堂 那沒想到吧 現在又有第二支iPhone15的影片出來囉 那我今天這部影片呢 主要來探討的東西呢 算是手機長焦進化史 整體來說呢 也會稍微看一下整個手機市場 從以前到現在的這個鏡頭發展喔 其實從20年前到現在 大家一直都在追求所謂的能拍得更遠 又或是有一些光學變焦等等的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就稍微來講一下就是 手機相機的發展的小小的歷史 然後又會聊到一些就是 所謂的潛望式設計是怎麼一回事 還有就是最新的iPhone15 Pro Max 那顆長焦鏡頭的潛望式設計 到底是什麼來頭喔 那我相信看完這部影片 我覺得你應該會對Pro Max 稍微提起更高的興趣啦 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其實沒有工商 就是我自己想做給各位看的 然後也算是小小分享一下吧 以我年紀來說呢 我國小的時候 剛開始發展所謂的手機攝影 然後到國高中的時候呢 就開始 每一支手機就開始強調拍照 這大概是我的年紀啦 那應該有些人滿有同感的吧 八年級生 那我稍微來聊一下就是 我從小就是3C迷 我真的很喜歡看這些手機的發展 我來聊一下幾支 我覺得很有創意的手機好了 那我們先來聊一下 第一支潛望式的手機 也就是Sharp的902 那它達到兩倍的光學變焦 潛望式的設計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把鏡頭放成是橫的 透過一個反射進去 讓鏡組是垂直於你的手機背面的 這樣子的話呢 你可以放上更長的鏡組 又不會影響到手機的厚度 所以在當年其實就做了這個潛望式的設計喔 但是其實並沒有造成流行 未滿意外的 這可能是成本問題吧 我猜的 那當初呢 其實還有很多手機做了一些光學變焦 像是N93 Nokia的N93之類的手機 Nokia當初真的很厲害 N93是摺疊手機 它打開之後呢 它的鏡頭是在摺疊之處 然後在當年它就在這麼小的手機上面 做了三倍的光學變焦 所以摺疊的那一塊呢 你就可以放這麼長的鏡組 在裡面做到光學變焦 超厲害 然後到後來呢 還有像Samsung也有推出一支 類似於像數位相機的手機 後面也是有一個很長的變焦模組 那這個其實比較像數位相機啦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像是直接搬過來用 但是其實這些手機呢 都沒有成為主流 主流的就算是拍照手機好了 大家都還是一顆定焦鏡這樣子 然後一路就走到了現在 可能也跟手機的厚度之類的有關係吧 因為當初大家就很喜歡很薄的手機 那一路到了現在到後來就是 手機發展變成是多鏡頭系統 大家就開始追求說要拍得更遠 那這時候呢就開始有一些手機廠商 加入了潛望式設計 也就是前面我很久以前說過的 2004年就出現的潛望式設計 第一次出現在智慧型手機上面 它出現之後呢就可以讓手機 在一樣的體積下塞入更長焦的鏡頭 那這個設計其實我覺得是相當好的 就是透過一個反射嘛 放入更大的鏡組 基本上都不會影響到手機的厚度 然後絕大部分的潛望式鏡頭呢 其實都是單反射就直接到了感光元件 這是絕大部分啦 那如果其他手機呢 其實是一些雙反射之類的話 這其實我們沒有到100%的確定 然後我看網路上很多拆機影片 也都不會把潛望式的鏡頭給拆開來 因為可能怕拆壞吧 所以我們都沒辦法正確的知道說 它內部到底怎麼運作 但是大部分的官方圖呢 解說方式呢都是說 就是一個單反射到感光元件 所以感光元件呢 跟機身背面呢會呈現一個垂直的狀態 那潛望式鏡頭的發展到後來呢 像是去年的Xperia 1M4 還有今年的Xperia 1M5 他們的長焦鏡頭呢都是 85、125、F2.3到F2.8 它都是一個光學變焦的鏡頭 做在一個這麼薄的手機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潛望式設計到底多重要 可以把85、125做到這麼薄的手機耶 那當然畫質方面呢 我覺得跟定焦鍵比 可能還是有一點些微的落差 所以絕大多數的手機廠商 都還是使用定焦的潛望式鏡頭 像是三星的10倍嘛 那顆潛望式鏡頭 蠻常見的Pixel 6 Pro、Pixel 7 Pro的那顆 四倍鏡頭跟五倍鏡頭呢 都是潛望式的定焦設計喔 像是OPPO呢 我最近評測過的Reyno 10 Pro Plus 它那個三倍的鏡頭 它在三倍注重潛望式設計 塞入更大的鏡組 以及更大的感光元件 感光元件呢 用到1.2吋 三倍鏡頭用1.2的感光元件 真的相當大 所以Reyno 10 Pro Plus的 那個三倍鏡頭的表現超好 大家可以看我的影片 裡面有我用它拍人像的照片 超好看 我是認真覺得OPPO的人像的運算體驗相當的好 那這題外話啦 我們過來講就是15 Pro Max 那15 Pro Max這一次 外媒傳了這麼久說它用潛望式鏡頭 最後以總結來說呢 它算是用了嗎 我們這邊先打個問號 那我們先來講解一下 那iPhone 15 Pro Max的潛望式鏡頭呢 其實跟其他廠商不太一樣 它不是這樣子反射一次到感光元件 它的感光元件呢 跟機背是平行的 那它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我們先從長焦鏡頭開始講起好了 長焦鏡頭跟一般的鏡頭 我們直接拿我們專業相機的鏡頭來看 其實鏡尾的鏡片到感光元件的距離呢 長焦鏡頭都會比較遠 這就是焦距的問題 因為鏡頭設計呢 就會導致出這個問題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所以長焦鏡頭看起來通常都會比較大顆一點 也就是說如果蘋果想要做一顆長焦鏡頭 120mm的長焦鏡頭的話 鏡頭到感光元件的距離呢 相對來說就會比一般的鏡頭更長 這也就是為什麼其他廠商都要做成 橫向前望式的設計 那蘋果卻不這麼做 它做了直向的鏡頭 但是它中間放了一個平行六面體 我這邊說平行六面體是因為 它就是一個平行六面體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那它在裡面呢 光線做了四次的反射 來達到說它的光線行走的距離 跟它直接往下距離一樣 那這件事情就很棒 就是說它可以在一樣的體積呢 變成這麼的小 但是把感光元件可能移到這個位置 然後多了一個平行六面體 讓整體的鏡頭厚度呢大幅的減少 這是它這次所做的設計喔 總共來說呢 就是它讓光線走一樣的距離的情況下 卻可以讓厚度大幅的減少 那經過了這麼多次的反射 到底會有多少影響到照片的畫質 這東西呢 以我的猜想 我會覺得說其實影響一定不大 因為蘋果都敢端出來了 而且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完全沒有外流過 完全沒有外流過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蘋果的壓箱寶 搞不好以後呢也會利用這個技術 在其他鏡頭上面做一樣的事情 可以達到更大的感光 又可以把鏡頭呢說得更小 我覺得這應該是蘋果的黑科技之一啦 所以應該不用太擔心這顆鏡頭的畫質表現 這是目前的猜想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不會端出一個太爛的東西 所以所謂的光線減損量有多少什麼的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不用討論這個 我們到時候拿到手機看成像就好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也就是來分享一下說 它的設計原理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樣子喔 所以看完以上這個設計原理 你們覺得它算是 潛望式鏡頭嗎 我覺得好像算又好像不算 就蠻特別的啦 我覺得應該也算啦 但是就是你們覺得算不算 歡迎留言跟我說 那如果你們覺得這顆鏡頭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又或是如果有查到更新的資料 也都歡迎留言告訴我還有網友們喔 因為目前其實資料真的不多 然後這邊要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在前一部影片有講過 潛望式鏡頭的防手震呢 其實我看各家廠商都有不一樣的做法 因為它就已經垂直於你的手機 你這樣子拍照 感光跟你的手機是垂直的 你要怎麼去做防震 那這個情況下呢 其實各家廠商都有不一樣的方式 有些廠商是透過反射鏡主去做防震 有些廠商是透過鏡頭加反射鏡主一起去做防震 所以每家廠商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就我自己的使用體驗 長焦的潛望式鏡頭 有時候防手震的感覺就是會怪怪的 它的補償方式就是跟一般鏡頭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蘋果這次就超厲害 因為它讓感光元件跟鏡頭跟背面都是平行的 所以它才可以用感光元件防震的方式 來做長焦鏡頭的防震 所以我覺得它的防手震效果 應該會比一般的潛望式鏡頭還要更好 整體來說呢這個設計應該是業界首創 然後也可以期待日後蘋果還會在其他鏡頭 會不會做一樣的動作達到更強的效果 又或是其他手機廠商也會不會做出類似的鏡頭設計喔 那以上呢就是這次小小的分析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歡迎幫我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也都歡迎詢問 那記得要訂閱我 我之後會做iPhone15系列的詳細的拍照評測 還有錄影評測又或是ProRes之類的功能 我都要去做測試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謝謝各位 掰掰